好各位同學 那我們今天要來上第三課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第三課的內容啦 今天會教到非常多 就是至少在大學生階段 至少在大一的行程來講 是連聽都沒有聽過的東西啦 舉牌說這邊所有紅字的東西 應該是幾乎都沒有聽過 所以說今天的重點並不是 在學習這些東西 學習皮革生相關什麼東西 不需要這樣子 今天重點不是這個樣子 今天重點是 帶大家學習如何使用程式 至於用了一個函數之後 出來的東西為什麼會長這樣子 這個不是今天的重點 那今天只是 概括性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這些簡單的統計方法 應該怎麼做 那後面我們在教人工智慧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評估模型的準確性 那我們可能會回頭用到這些方法 但是我們用到的時候會再教一次這樣子 好那今天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今天的課程目標 今天的課程目標 主要就是希望 如果你有兩個變數 我們把它叫X好了 一個是Y 你把它想像成就是 你用爸爸的身高 預測兒子的身高 這個例子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那你放在X軸的 這個就是爸爸的身高 所以我們通常叫X 那我們放在Y軸的就是兒子的身高 這個我們就叫Y 那你要去探討X跟Y 它是否具有相關性 這個我們需要用到統計檢定 那統計檢定啊 這個方法有很多種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方法實在太多種了 你可能甚至有聽過有上百種 那到底什麼樣的狀況下 要用什麼樣的統計方法呢 我們這邊先用一個最概括性的方式 就是如果你看著這張流程圖 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常見的狀況 你可以滿足了 好啊 我先跟大家強調一下 我不會教大家原理啊 也不會教大家 為什麼要Follow這個過程 這個你可能生同課的時候會再教到這樣子 好 那首先 我們要先定義X跟Y分別是什麼 注意一下我的命題 如果你要用爸爸的身高 預測兒子的身高 那X就是爸爸的身高 Y就是兒子的身高 如果你要用 兒子的身高 預測爸爸的身高 那這個時候 X就變兒子的身高 Y就變爸爸的身高了 所以這個X跟Y啊 它有時候並沒有什麼 就是 一定說 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就是什麼樣 是根據你的命題而決定的 你的命題認為 你要用什麼東西預測什麼 那這個什麼東西 這個 用來預測這個東西就是X 那被預測的東西就是Y 好 這樣大家了解我們的科學用語了以後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好多種組合 這個有可能X跟Y都是連續變相 也有可能X跟Y一個是連續一個是類別 也有可能兩個都是類別變相 那這樣子的話 在不同的條件之下 我們要使用的統計檢定方法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們來先從最簡單的開始好了 我們先從右邊開始 我們等一下交的時候會這樣子 先交右邊 然後再交這裡 這裡會先交這裡 然後再交這裡 最後交這裡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把DATA給讀進來 這個DATA讀進來 大家應該都會了 請在這裡下載喔 這裡下載 這裡就可以下來辦理資料了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把檔案讀進來了以後 你應該可以得到一個DATA 我們再複習一下這個DATA裡面有什麼 這DATA裡面有很多 就是有這個就是AMI 然後它有三個類別 那也有這個就是這些REASON 這些REASON大概都兩個類別 或者是性別 性別就是兩個類別 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咧 我們需要用到TABLE這個函數 這個TABLE這個函數上一節課有教過 並且我上一節課也有示範 看如何用TABLE這個函數 同時把兩個變數放進去 所以我們把AMI跟GENDER放進來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這樣的TABLE 好 這樣就是一個經典的列連表 這種表格我們叫做列連表 那這個列連表我們要怎麼進行檢定 好 現在就是我們用一個比較簡單一點的想法 帶大家記住統計檢定在做什麼 不過這不是精確的理解喔 但是這會方便好記 就是我們把資料丟進去以後 然後它會給我們一個PVALUE 就是這個PVALUE的精確定義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講完就忘了啦 我可以唸一次給大家聽啦 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 假設 這兩個變數無關的前提之下 你現在這個 發生這個樣本 或者是比這個樣本 更極端分佈的累積機率 這就是PVALUE 好 我現在唸完我相信 雖然我有錄影啦 但你回去再聽十遍你也不一定聽得懂 或者是你聽完你想不想記起來了 然後等一下就忘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不要 我們就拋棄這個定義吧 那我們拋棄這個定義的話 這個 你就只要知道 你丟進這個統計檢定方法 就可以得到一個這個PVALUE 那這個PVALUE啊 數值越小 就代表這兩者有關的可能性越高 好 你大概就先這樣記住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對這樣的一個 到底Gender和AMI它是否有關呢 我們如果這樣直接看這個table的話 你們覺得有沒有關 那我們先請大家舉手發言啦 有沒有人要加分的 直接看著這個table 告訴我覺得有沒有關 好 請講 為什麼覺得有關 怎麼樣的數值差太多 男女之間差太多 好 你們有聽到他的講法嗎 他觀察到 這樣的機率 這樣的機率 就是 你們看 這裡是不是男女幾乎是1比1 這裡看起來男生多了很多對不對 所以他說有關 好 那我們等一下給他加1分 好 注意他的觀察喔 不是說每個數據丟進去 然後出來我們就 我們就直接說他有關喔 他是這樣觀察的 好 那 如果 那我們要怎麼樣數值化 我們有關的程度呢 我們就可以用 檢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當你把這個table直接丟進chisq.test 這個chisq是chi2的簡稱 chi就是chi 然後square就是平方嘛 就是xq 好 你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之後 這個 result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他的pvalue小於2.2 1-16 這個1就是10的-16四方的意思 這是科學符號的表示方法 好 那所以顯然 他講的沒有錯 這個是有關的 好 那我們 如果 除了 我們剛剛再回來看一下這個 除了卡方檢定外 還有一個叫 廢血清晴檢定對不對 好 那怎麼使用咧 你就把chisq.test 改成fisher.test 那你就可以得到另外一個結果 好 這兩個結果 目前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是 計算方法不太一樣 所以他們一定會有一些 小數位數的落差 這個大家不用管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那我們何時要選擇 用chisq.test 何時要用fisher.exe.test 這個東西 等一下我們來教 我們先來教一下 result 1跟result 2 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東西 都是基於列表的物件 我們用ls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result裡面 還有很多東西 你看他還有data frame data frame 是一個table 他還有一個 p.value 這個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其實他的實際數值是 6.004乘以10的-31次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result 2裡面有什麼東西 result 2裡面也有pvalue 那我們來看一下result 2裡面的tvalue 所以他們的數值 其實是有一點差異的 雖然說這個差異 對我們來講並不重要 大部分的狀況下 pvalue只要小於0.05 我們都會認為它是有關聯性的 至於小到什麼程度 這個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好 那我們現在 來教一下大家 如何判斷 到底什麼時候要用卡方檢定 什麼時候要用feature.exe.test 這個是他的判斷標準 但這個判斷標準一樣不容易懂 這個叫什麼呢 他說 有超過80%的格子期望值大於5 什麼叫格子呢 剛剛我們這個table 這樣一個數字就是要一個格子 他的期望值大於5 大於5的期望值的格子有超過80% 所以我們首先要先算出期望值多少 好 在我們計算期望值的時候 我們先來問一下 大家覺得 大家覺得期望值是什麼 我先跟大家講這個期望值的前提 期望值的前提是 Gender跟AMI無關 我們假設 Gender跟AMI無關的狀況下 你覺得這張table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有沒有人要發表意見 這一題我們只歡迎大學生回答 我們不歡迎研究生 因為研究生大概十至八九 已經知道答案 有沒有大學生要講呢 隨便講講話嘛 講講話至少也有個加個半分啊 沒有人 沒有人 那我再問清楚一點好了 因為我要帶大家思考 就是 什麼叫做 如果 如果 female跟 就是 連 性別跟 這個 AMI無關的話 你們覺得 無關會有什麼樣的特性 舉例來說 這樣的 呃 他們應該要一樣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不一樣 對不對 那 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 如果要一樣的話 那他應該 要是百分之幾 大概怎麼算出那個數字 你們覺得 猜一下嗎 猜一下 應該有很多種算法 這三個數字你們應該用哪一個 你們應該用百分之五十還是百分之八十 我現在 來看一下他的 數字多少 好了 你們覺得應該用哪一個為主 五十 五十percent 還是八十點九 還是八十五點八 有沒有人要回答 來請講 為什麼要五十 猜的 你猜總要有個邏輯啊 你不能 你要講個邏輯 你講個 隨便講個邏輯 講錯也沒關係 喔 所以你不是看這個數字決定的 你是 覺得 這世界上男生跟女生 應該要各一半這樣嗎 對 喔 好 這也可以加零點五分啦 好不好 我們 我們 我們勉強同意這個說法啦 那還有沒有人 要基於數據回答的問題 覺得應該是五十 還是八十 還是八十五 來請講 為什麼 為什麼 欸 好啦 可以加零點五分啦 你有沒有覺得講話不太符合邏輯 我們剛剛 不是問說 假設這兩者無關嗎 假設這兩者無關 代表的是三個數字要一樣 三個數字要一樣 你現在又跟我講說 你找了一個特別有差別的 這樣聽起來很怪怪的 還有沒有人要講話勒 好 假設都沒有好了啦 那我們來講一下到底 這個 到底 如果我們應該要哪個數字 你們應該 應該多少有人心裡面 會猜應該要用 五十點八這個數字吧 為什麼勒 因為他 看得出來 他 用來計算的數字比較大吧 可以了解嗎 他們有一千個人 那剩下都只有 一百多個人 兩百多個人 對不對 所以 你們應該有一些人 有猜測 應該就是這樣 五十點八吧 對不對 應該 照到底來講 應該會有人猜測這件事情 好 那實際上 實際上 是不是五十點八呢 實際上不是 因為實際上 應該是 既然他們兩個無關 所以你把他們 混在一起 是不是也是可以 把他們混在一起 也是可以接受的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把他們 全部加起來 然後再把這邊全部加起來 然後再計算比例 那這樣才是正確的比例 那同樣的 如果你要計算的是 AMI 跟STAMI 的關聯型 就是他們的比例的話 同樣的 你也是這邊加起來 這邊加起來 這邊加起來 再計算他的比例 好 那這樣子 計算出來的期望值 每格子的期望值 要怎麼獲得咧 其實REDOUT1裡面 就已經有 期望值的結果了 這個就是我們計算出來的期望值 你如果仔細看這個期望值的table 我們來看一下喔 prop.table 好 看到了吧 每個數字都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每個數字是不是都一樣 好 我們再來看1 它是不是每個數字 每個ROD數字也都一樣 對吧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 這其實就是我們想要的樣子 期望值應該是 它不管怎麼看 它不管怎麼看 這個比例都是一樣 所以他們兩者無關 欸怎麼了 你要問什麼問題 蛤 蛤 1跟2有什麼差 一個是這樣加起來百分之百啊 一個是上 這樣加起來百分之百啊 好 那個 後面那個prometer 上捷克 有講過 是你對第幾個維度 求條件幾率啦 那個 這個是第二個參數 好 所以 呃 我們這樣就可以得到它的期望值了嘛 對不對 好那期望值是否大於5勒 大於5很簡單嘛 你就這樣令 大於5 好 六個true 六個true 所以說 它總共有百分之幾是 大於5 你可以這樣打 min 好 這樣就是百分之百都大於5嘛 所以這樣其實就可以得到期望值怎麼算 好當然等一下我們要怎麼算這個 我們等一下會來請大家稍微練習一下 好 那我們試試看在其中一個資料集計算看看好了 我們先把data 我們先把data抓出來 data裡面 reason3等於1的我們把它抓出來 所以這個subdata它的樣本數其實本來就只有67囉 subdata的樣本數本來就只有67 我們接著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列連表 我們會發現它的分布變成了這個樣子 這個人數是不是比剛剛少多了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們再做一次期望值 我們會來看一下 這個期望值是不是大於5的就變得只有 只有1格了 6格裡面只剩下1格是大於5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到這個樣子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說 他應該要用fissure exam test 好你看到這樣的結果你就會覺得 喔那我們應該要用fissure exam test 這才是我們的最終答案 好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了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做練習一了 練習一我們給大家熟悉一下程式 好大家剛剛已經看出 期望值 是怎麼去計算的 他最終的目標是怎麼樣 他最終的目標是希望 我們得到一個這樣的一個table 這個table有什麼特性呢 左邊這樣看 就是看這個raw 然後 橫著看 他的幾率是一致的 直著看他的幾率也是一致的 那怎麼樣去得到這樣的一個table 怎麼去計算呢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計算 你可以先把sale1跟sale2的結果 加起來變成a 把sale3跟sale4的結果加起來變b 好同樣的你也可以加出c跟d 然後你把a跟b加起來變成totaln 這個n你c加d跟a加b 他兩者應該是相等的 因為無論如何這個n 都是這四個格子加起來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接著這一格的數字要怎麼算呢 c乘以a除以n d除以a d在這裡 d除以a除以n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每個格子都是 他拉到左邊的 就是拉到右邊跟拉到下面的那個數字 乘起來之後除以n 你就會得到剛剛的那個結果 好我這邊就 因為這邊不是數學課啦 至少在這一節我們還不是上數學課 從下一節我們就開始上數學課 所以我不會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這樣算得到的table就是長量 大家試著用程式來做做看這件事好不好 先把這些加起來 再把這些加起來得到一些數字 然後把它撐起來 最後得到那個table 然後做比對 好我們給大家一些時間練習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計算 這個計算的方法 我剛剛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你要把這兩個數字加起來 對不對得到這個 那我們怎麼加勒 欸你可以 你可以得到 你可以先用table 這個table你用索引的話 你可不可以得到這三個數字 你這樣可以得到第二個數字 所以你可以得到這三個數字跟這三個數字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就可以 透過 這樣的方式 我把 這三個數字上起來 然後再把這三個數字上起來 得到 rollm 那這樣我就是得到6跟12 這是我要的結果 對不對 啊他們我會不會解決 怎麼這樣 找問題中 好 那如果是colin呢 colin也是一樣 這樣我們就得到最後的結果了 好接著我們再得到總size 好總size在這裡 好接著我們就可以 開始進行運算了 我們來看一下要怎麼運算喔 來 對於第一格來講 對於這一格來講 我們按一下enter 這樣是不是得到 你看得到一模一樣的結果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 這個 6乘以13 除以18 得到這個結果 好這樣沒有問題吧 好那對於 這邊第二個 21咧 8.66 他怎麼算的咧 他是 12乘以13 除以18 好 等於8.66 好 所以這樣子 大家應該就可以看出來了 欸其實是 這樣透過這種方法 你就可以把六個數字都算出來 對不對 好 但是啊這個 其實還有一個 就是其實還可以更快一點 就是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一個函數叫apply apply這個函數就是說 我把這個table裡面 根據raw 每一個raw我都全部一起做 同樣的事情 那我如果做上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這個apply這個函數 你就看過就好了 你不需要特別去記它 因為 再之後 我們再也不會用它了 所以說 其實還好啦 你就記住 有這個函數這樣子 就可以了 好那 你得到這樣的結果之後啊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要怎麼樣 有效率的去乘兩個向量呢 那你可以透過矩陣乘防 矩陣乘防 可以怎麼樣呢 來 你現在得到這樣的一個colon 跟這樣的一個raw 我來給大家看 我這樣子這樣show的話 大家會比較清楚 這樣的一個 矩陣跟這樣的一個矩陣 他們兩個如果乘起來 是不是就相當於每一個元素互乘 一個 一個2乘1的矩陣 和一個1乘3的矩陣 乘起來會是多少乘多少的矩陣 2乘3 這樣可以嗎 就是 A乘B 和B乘C的矩陣 乘起來 就會是A乘C的矩陣 對不對 那至於那個 B 數字如果是1的話 那是不是就剛好 沒有內 內積的部分 只有相乘沒有相加 因為它只有自己跟自己加嘛 對不對 好所以 我們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很快的 得到我們的 這個 透過矩陣乘法 我們可以很快的得到我們的期望值 好這裡啊 這裡大家就是知道就好了 不需要特別去 了解 好那在我們等網路的過程中啊 我們繼續上這個 第二小節的內容 這個第二小節是這個樣子啦 就是我們再回到最開始這裡 好 我們現在這裡已經大概講過了 那這裡講過 大家就是 但是 大家不用 我再跟大家強調一次啦 你現在記不起來這個 記不起來這個 都沒有關係 因為 我們只是 在教大家 學習寫程式 透過這些方式 在教大家 就是熟悉程式啦 你這個忘記了 不會怎麼樣 你大二的時候 自己就會再記起來 或是研究生 上完統計 你自己就會再記起來 現在忘記就算了 好那 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第二節 我們要教中間的那個部分了嘛 好 如果 你的字變相是兩個類別 X是兩個類別 Y是連續變相的時候 我們找我們DATA裡面的例子 就是 GENDER跟K GENDER跟K GENDER就是兩個類別嘛 對不對 K是一個連續變相 K是假離子的濃度 我們把 GENDER 鎖引起來以後 我們會得到一堆GENDER 對不對 K鎖引起來之後 我們用這個 這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是那個 秋瑩 在E的左邊 我們把它放到 T.TEST裡面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 Result 1 這個Result 1一樣 這邊是不是有PVALUE 這就是我要的 那Result 1裡面 一樣你可以透過前號 把P.VALUE叫出來 你可以得到它的精確數值 好 這樣子 應該 這樣子的一個 語法 大家就是看過就好了 知道怎麼操作 等一下 那個可以用的時候 稍微換一下變數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並沒有必要就是 要用背的 用貼的就可以了 好 接著 T.TEST你可以直接換成 Wilcox TEST 這兩個TEST不一樣的喔 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Wilcoxen Ring Sound Test 一個是T.TEST 這兩個TEST 這個不一樣 什麼時候要用哪一種 等一下我們再來教 好 這樣我們可以得到Result 2 對不對 他們的結果是不太一樣 沒有錯 好 那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我們這個 這裡我剛剛教過的 就是 你可以用LS 看一下裡面 到底有哪些東西 然後你可以把裡面的東西 給叫出來 好 那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 T.TEST的總共有分兩種 一種是變異數同值 一種是變異數不同值 它在這裡可以下指令 VAR EQUAL 等於FALSE 跟VAR 那什麼時候我們要用VAR EQUAL等於FALSE 什麼時候我們要VAR EQUAL 下FALSE 什麼時候下FALSE 我們可以用VAR TEST 這個 VAR TEST 這個函數來決定 如果 VAR RESULT 這個PVALUE 大於0.05的話 通常我們就可以 認為它這邊應該下 TRUE 反之 我們就是下FALSE 好 所以 類別變相這裡 總共有三個檢定 要用 兩個函數 三個檢定 大家記住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也不用特別記住啦 就到時候再來看那個 到時候再來看這裡的 三顆獎益 這樣就可以了 好 總共有這麼多 我們再來看一下 還有一些其他檢定 還有什麼檢定呢 我們這裡有一個叫做 就是 如果你的X 是 超過三個 三個以上的類別的時候 舉例來說像AMI 那你就不能夠用TEST了喔 不信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把這裡換成AMI 這樣它有三個類別嘛 對不對 按一下ENTER 它會告訴你 ERROR 它必須只有兩個level 你這邊直接 Result 3 這是它沒被覆蓋掉 這就是剛剛那個GENDER的結果 所以這個不算數喔 好 那 我們如果遇到了三個類別上 我們就需要用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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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簡定的名稱叫ANOVA ANOVA 是一個簡稱啊 Analysis of Various 才是它的全名 好那 要怎麼用ANOVA呢 你需要用到AOV這個函數 跟ANOVA 這兩個函數 先把這個結果 變成Variance Table 然後再把它變AnoVA Variance Table 放進來 再變AnoVA Table 好這個 過程啊 這個過程我們都 呃 我們就只要記得 這單項的過程就好了 我們不用管Variance Table 裡面是什麼 好 它的pValue是多少 在這裡 0.12 0.12是它的pValue 那這個 呃 我們如果要做 這個 kwtest的話 可以用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用法 就比較像 前面那個ttest的那種用法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樣我們也會得到一個pValue 這兩個pValue 你看這個差別很大 如果你用0.05當顯著水準的話 一個是有顯著 一個是沒有顯著 所以 什麼時候要用什麼 我們一定就 我們就 非常關心這件事情 呃 外網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要怎麼拿到pValue呢 一樣 pValue就是我們可以 我們 我們這個 呃 你應該可以想得到啦 你用ls之後 就可以得到你的答案 好 這樣 欸 不是 不是這樣 少一個t 好 這樣你應該就可以感受到 你要怎麼拿到 你應該可以想得到啦 就是 這樣子 好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呃 練習二 練習二 稍微難一點 就是我們剛剛總共交了五個東西嘛 對不對 那我希望大家 試著 呃 就是看一下 看一下上課內容 然後看一下我們 到底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要用什麼樣的檢定 好 我們現在來規定一下 到底要怎麼樣選擇剛剛那五種檢定的哪一種 好 首先 對於X來講 你需要先判斷它的類別數目 怎麼樣判斷呢 觀察數據嘛對不對 你只要 當然有方便的語法 舉例來說 Levels跟Factor Levels跟Lens 合在一起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X的類別數目 不過這樣對這樣來講 這樣稍微困難了一點 你也可以透過觀察 你我們現在不要求大家會寫程式喔 你只要有辦法觀察出來 對你來講都是好方法 只是自動化程度比較低而已 好 那三個類別以上的話 我們就是使用 anova加kwtest 這個沒有問題 三個類別 兩個類別的話 就是t-test加man-whitening-u-test 好 那所以 對第一項來講 你需要先去辨認 到底X是三個類別以上 還是兩個類別 那不管是怎麼樣 你都要判斷它 呃 對於 你的Y來講 對任意一個X的組別來講 如果有任何一個組別 它的樣本數小於25 那我們就要使用 五母數統計 五母數統計就是前面這邊講的這個 好 你就要用man-whitening-u-test 或者kwtest 反之你就要用這樣 如果每一個類別 的樣本數都超過25 你就要用上面這個 好 那我在這邊 給大家就是 呃 就是給大家稍微練習一下 然後大家重整一下剛剛我們獲得的姿勢 等一下會把條件判斷畫在黑板上面 大家就經過那個條件判斷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把那個螢幕還給大家 大家看一下可不可以上網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呃 對於X的類別數判斷 我們要怎麼判斷啊 這個 呃 你需要使用factor levels跟lens的一個組合 好 這樣子 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結果 好那 你這邊可以換一個變數 假設你這邊可以換ami 好 你甚至可以換 換age 不過換age會出現很多啦 因為 這5000個人 我們有到小數點下好幾位嘛 這5000個人 年齡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這個 呃 就是 欸 你只要用這三個函數的組合 你應該就可以得到 這個 類別數了 好 那 為什麼 為什麼這三個函數的組合 可以得到類別數呢 主要是 你把他factor 變成factor以後 他就出現個levels這個屬性 呃 這樣 這樣太多了 多幾個 他就出現levels這個屬性 levels這個屬性 就是代表他的字典裡面 總共有幾個東西嘛 那你去問他lens 你最後就可以得到四大的結果 好那 這個 呃 計算樣本數 看起來好像不難 啊 舉例來說你可以用 這個 呃 data 然後gender 然後這樣子來看結果 好 可是這樣算出來是有問題的喔 為什麼會有問題 因為 你有一些 你這樣只有去計算 呃 female有幾個人 male有幾個人 可是你並不知道female裡面 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假離子的人 有幾個 你不知道這件事情嗎 所以 其實 比較好的算法應該是這個樣子 你要先得到一個subdata 這個subdata 確定了 他的假離子都是有值的 有值的這些人之後 你再做table 這個你得到的數字才是真的 好 同樣的 這個時候你在得到這個ami人數 這個才是真的 這樣才能去判斷是否 每一個次組裡面 他的這個 呃 有值的數值 有值的個案 都超過 25 好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想就是這個樣子啦 就是今天這個課程 就是 呃 我看就是 呃 就是 用到了很多語法 那記不起來啊 你就記得 你曾經在哪裡看過這個東西 你要去哪裡再看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你不用一定要記起來 沒有關係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練習3 不過練習3 我看就是 因為今天就是 呃前面有一些練習題 沒有做到 有一些沒有跟上 所以說 呃這個 呃就是大家要做 會自己會做的機會 我看不是很高啦 這個我就帶大家介紹給大家看一下 那 那我就直接 跳到答案的部分 然後帶大家做一下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然後我再花一些時間 給大家 貼過整段語法 好那這樣子就是 我們在檢定 AMI跟 H的關係的時候 他是 這三個類別的 年齡是否有差異 就是 STEMI NONSTEMI 跟NOT AMI 這三組是否有差異 好這相當於是什麼呢 我們假設 現在我們有 A班 B班 C班 他們的身高是否有差異 我如果回答沒有差異的話 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這個 A班的身高 跟B班的身高 跟C班的身高 完全相等 這才叫沒有差異 對不對 A班的身高 等於B班的身高 等於C班的身高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可是如果他們有差異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進階 問下一個問題 他們到底是 A跟B有差異 還是B跟C有差異 還是C跟A有差異 這組合分別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會想要問的問題 對不對 好 我們如果想要問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做到 事後檢定 好 那如果我們要比的是 STEMI比上 NONSTEMI 這樣是不是剩下兩類了 是不是剩下兩個類別 那所以是不是 我們顯然就是要用T檢定 這個我們前面已經教過了 顯然就是要用T檢定 好 這樣的做法是不是會有問題 當然是有問題的 不過 這個 你需要知道這個問題是什麼 你需要 你需要一些統計的知識 這個 今天這堂課也沒有教 我相信各位 BestLights 不可能有這樣的諮詢 了解 不可能知道 到底有什麼統計上的問題 好 那我們只要負責操作就好了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進行操作 我們先把AMI 這個Variable 屬於STEMI跟屬於NONSTEMI的人 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以後 我們再來做VAR Test 得到VAR Result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變異數 具有同值性的 接著我們再進行T Test 得到T Result 好 這是我們的結果 它的PValue是0.2885 好 不過啊 這樣的一個結果是有問題的 問題在哪裡咧 我們 我們 同樣的東西 檢定了三次 為了避免膨脹的Type I Error 我們必須使用Barbaroni Correction 這句話 聽不懂沒有關係啦 這個是統計的數 我們來直接翻譯一下好了 就是 如果我們在做 操作型定義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做 就是 我們的顯著水準 本來是 我們的PValue 本來是0.2885 那它的顯著水準 它本來是跟0.05來比 現在你就要變成跟0.05除以N比 這個N是 你做了三次檢定 所以你要變成 跟0.05除以3 來比較 你才能確定它是否顯著 當然以這個例子來講 你不管是比0.05還是比0.05除以N 它的結果都是一樣 結果都是沒有差異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所以 為了要保持 你的顯著水準 固定為0.05 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就是你把你的 0.2885這個數字 乘以3 得到最終的PValue 這樣比較方便 這樣以後你要做任何比較 都是跟0.05比 好 這個東西叫做 事後檢定 可是為什麼要做事後檢定呢 主要跟PValue的定義有關 PValue的計算過程 雖然我剛剛有講過也是定義 不過大家可能已經忘記了 如果 在 X跟Y無關的前提之下 假設這兩者無關 抽出 你當下這個樣本 或者是比這個樣本的 分佈不平均的狀況更極端的 機率有多高 這個機率越低 代表 前面那個前提假設 越有可能不成立 PValue的計算的邏輯 是這個樣子 好 可是注意喔 既然它是機率 它就有可能 有犯錯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 你現在在說 我現在因為我的PValue是0.05 所以我認為它無關 我認為它無關 這樣你 這樣你犯錯的機率是多少 就是0.05 就是5%的機率 對不對 因為 你的前提條件 即使他們兩者是 無關的狀況下 抽出你這個樣本的可能性 也有5% 所以你用5%來認為它是無關 否定前提假設 這個本身就是存在一定的 錯誤的可能性嘛 雖然錯誤的可能性只有5% 所以你的減定三次 三次 你減定三次 那你完全不犯錯的機率 是不是就是95% 乘以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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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的邏輯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需要 把你的PVALUE做一個 就是 你為了避免 犯錯 你需要把 這樣的一個 顯著水準 降低到 0.05% 大概0.165% 左右 好 這樣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子的話 你犯錯的機率就會變成 98% 乘以98% 乘以98% 完全不犯錯的機率就是 98%的三次方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嗎 那你這樣子才能夠保證 本來 犯錯的機率 還是 5% 好 這個東西啊 那個 這個比較統計啦 那 一般來講 統計課要上到這個部分 大概需要半個學期 所以 這邊聽不太懂 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也不是統計課 我們 後面是數學課 在這一節課以前 包括這節課 那也只是 教大家熟悉程式語言而已 大家不知道 我現在來講的事情 沒有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上 我們這節課 最後一個部分 這節課最後一個部分 是 Correlation 做相關性檢定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最開始這裡 我們最開始這裡 我們已經把 右半邊全部都上完 右邊三個格子都上了 剩下左邊這個地方 兩個都連續變相 這可以做先進回歸嘛 上一節課 在畫散步圖的時候 我們就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計算出一個 相關系數 這個相關系數有兩種 一種是 Pearson Correlation 一種是 Spearman Correlation 還有 後面還有 其他Correlation的方式 我們等一下再來教 那我們現在來看 Pearson Correlation 要怎麼做 Pearson Correlation 就是 cor.test 然後這邊 matter等於 Pearson 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 Pearson Correlation 我們來看一下 Pr跟 K的關聯性是多少 Correlation的數字是 0.02 這是一個 不太高的相關系數 相關系數的範圍 是介於 負一到一之間 負一就是完全負相關 正義就是完全相關 0就是完全無關 所以0.02 是一個不怎麼相關的數字 它的PValue是多少 0.169 代表的是 它不太可能有關 這樣可以了解 這個檢定的結果的意思 你也可以把 Pearson 改成Spearman 只是Math這裡 下一個額外的參數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 Spearman Correlation 的結果 Correlation 變得更低 變得0.003 PValue 變得 離1越來越近 好 如何計算樣本是否足夠呢 你需要 你看看 PR不是NA 並且 K也不是NA 然後把它累加起來 總共2800個樣本 這樣 樣本數應該是足夠的 應該是不需要使用 Spearman Correlation Spearman Correlation 通常是樣本數小於 可能小於25 或是小於50 的時候 需要用Spearman Correlation 反之你則用Pearson Correlation 好 那我們 基本上 就是 檢定的部分 就介紹到這裡 不過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比起 生硬的 PValue 這個 PValue 是不是我們講了半天 你也不知道 你發現它的 數字的範圍 是 1到0之間 越靠近0 就代表 它 差異越大 可是這個數字 是不太好解釋 你們應該有注意到一件事 那個相關係數 是不是更好解釋 相關係數是什麼 我剛剛不是說 1就是完全相關 負1就是完全負相關 0就是完全不相關 對不對 相關係數 是不是更方便解釋一點 所以我們有沒有可能 把前面的這個東西 把前面的這些 全部也都換成相關係數 因為我們今天 今天我們如果是在上統計 我們想要看 A跟B是否有關 統計 是不是只要回答這個問題 就好 可是我們今天上的是 人工智慧的課 人工智慧的課 你想要回答的不是 我們的AI Model 是否對Y有預測能力 我們想要回答的是 我們的AI Model 對Y有多少的預測能力 這兩件事是不一樣的事 對Y有預測能力 預測2%也是有預測能力 預測1%也是有預測能力 他只要預測能力不是0 就是有預測能力 對不對 可是我應該要試圖去量化 到底我的AI Model 他的預測能力是百分之幾 這件事總是知道 我是希望知道的 所以 如果我們可以把右邊這些東西 都換成correlation 這樣我們在呈現我們的數字上面 就會好得多 這樣可以吧 我們不能夠 我們在做期末考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跟大家講說 你的Model有預測能力 這樣就是100分 沒有預測能力就是0分 這樣子程度落差太大了 對不對 我們應該給大家的Model 打一個分數 你是90分的Model 你是80分的Model 你是85分的Model 有意思類推下去 這樣可以吧 所以我們學的相關係數這東西好 你看這邊出現這個數字是不是好 這樣就代表你的Model值2分 對不對 那有時候你可能你的Model值3分 你的Model值20分 你的Model值50分 意思類推 好那我們要怎麼樣 把類別變相也用相關係數去做咧 我們需要用到 Poly Chronic Correlation 這個東西啊 不要說大學生的研究生都沒有教過 R元裡面的內建函數沒有辦法做這個運算 所以我們開始要教大家使用Package 這是今天大家一定都要會的內容 怎麼使用Package呢 來大家看一下你的R元裡面 你的右下角這邊是不是有File Plot跟Package 這邊有個Package 點下Package這邊有Install 這就是安裝的意思 你在這裡就可以安裝Package 好請你在這邊打下PolyCOR 這樣你就可以安裝這個Package 你也可以直接在這邊打 余法Install Package 然後PolyCOR 這樣你就可以得到PolyCOR 你安裝完套件以後 你應該 LibraryPolyCOR 你不會得到任何警告 如果你 你隨便打一個你沒有安裝的套件 或者你沒有安裝 你就會得到一個 There is no package code PolyCOR 好所以如果你安裝成功了 你打Library就會成功 如果你Library成功了以後 你可以閱讀這串說明文件 然後接著 你可以找到PolyCOR 這樣的一個函數 然後你按問號 你會得到一個這樣的結果 你按Example這裡可以執行 好 我們先到這裡為止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安裝套件 安裝套件完了以後 可以問號 PolyC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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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做到這件事 然後可以貼這個範圍 這件事情 所有人都要會 你前面的東西可以不會 但這裡一定要會 因為你後面會需要用到套件 你需要會安裝 好我們先暫停給大家安裝 好我想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學會裝套件 剩下的部分 其實就算 這個 就算 大概 帶大家熟悉 然後原理 聽不太清楚沒有關係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你看不懂它的範例沒有關係 這個 這是一個 我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相關 計算方法 他這邊想要演示的範例是說 我有兩個Variable X跟Y 它顯然是兩個連續變相 我們看一下 這個X跟Y 它是兩個連續變相 這X Y 它是兩個連續變相 我們直接在計算 CORRELATION的時候 它是0.526 然後啊 如果你把X變成 類別變相 用0.75來做切割的類別變相 和Y 用-1 0.5 和1.5 來切割的類別變相 之後 你重新再做一次 Holy CHOR 你得到的答案還是0.52 把那附近 所以他想告訴你的是說 他這個方法很厲害喔 這個方法 如果你本來是兩個連續變相 但是我把它做了一個切割 我切割完之後 得到的結果 我把它 再計算一次 我得到的是 相當於他Underline連續變相的相關系數喔 他想要表達的是這件事情 好那你看不懂他的範例沒有關係啦 我們就 這個 我們就這個 我們繼續來這個 用在我們的Data上面 我們的Gender是類別變相嘛 對不對 那我們的LVD也是類別變相 我們直接用PolyCHOR 得到的相關系數 我們需要用到這個函數 這個是一個連續一個類別的意思 這個是兩個類別的意思 那我們這樣也可以得到一個相關系數 好我想就是 這就是我們使用靠件的這個好處啦 這樣子 好那 我覺得我們等一下 在 等一下就是我們今天大概就是上課上到這裡啦 那因為今天有一些練習題的時間被我們跳過了 因為網路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比較早下課 那 你們可以留下來再稍微試一下套件的使用 主要是這兩行 你們看你們有沒有辦法使用這兩套 這個套件 呃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教大家使用套件 那 使用完套件了以後 可以使用套件裡面的函數 所以我們扣命的課程很重要 重要的不是下載這個套件喔 重要的是下載套件這個能力 因為之後幾乎每一節課 我們都會下載新的套件 這堂課 不會教大家寫成 這堂課基本上 能夠用別人寫好的程式語言語法 我們就會直接用 我們不會教大家手刻出來那個套件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的上到這裡 大家如果想下課也可以先下課了 好